年輕怎麽就是錯 這句歌詞出自新一代最受歡迎男歌手 姜濤的歌曲 Master Class 其實整首歌是想說什麼的呢 日日看蘇紙 有文化有taste 各位網友大家好 講開姜濤 先要講MIRROR 這隊組合有12位成員 其中一個就是姜濤 他們的粉絲可以說是 老中青三代 男男女都有 這一集的主題是講歌詞 Google一下MIRROR的歌詞 第一首出的就是這首 ignited 作詞人就是陳詠謙 有聽過香港流行曲的網友 應該都聽過他的作品 例如Dear Jane的 那女子得我共你 只知感覺失了中 經過一些秋雨冬 都是舉填的 ignited的歌詞裏面 有這個廣東話 讀辣的字 就是興過辣雞過辣 字的意思 相信大家都知道 跟這個月字 是相通的 很明顯 你看到我用火燒 燒到很熱 老實實 我之前是不懂這個字的 因為這首歌 關掉了 就真的要多謝 填詞人 這首歌詞 不辦高深 淺顯直接 大家相信 一看就明白 是說熱 辣辣的愛慾 之火 燒到主角 輕合合 快爆發了 叫對方不要說不約 那約做什麼呢 都呼之欲出的啦 不用畫公仔畫出場啦 但我跟我師兄討論歌詞的時候呢 他說反而覺得 更加出位是這個詞語 就是混帳啦 帳是指帳篷啦 想像一下蒙古人份那些 我師兄就說他老師就教過他的 這兩個字呢 在北方呢 是用來罵人的 都幾惡讀的 那怎樣惡讀法呢 一個男人 跟另一個男人 撈亂帳篷 睡 那對人家的老婆 會做什麼呢 不過呢 我們廣東話 廣東歌 那些南方的東西呢 就不會是以上這個意思啦 跟著說這首呢 是姜濤的個人作品啦 Hit到最近黎明在演唱會上都唱啦 都是由陳詠謙填詞的 跟之前那首比的這首詞 正經很多啦 雖然也不難明白啦 大家都知道啦 近年香港 和世界各地 出街往往都要戴口罩 例如為了減少病毒傳播啦 而戴著口罩說話或者 聽著別人戴著口罩說話 都不是一件舒服的事 但是呢 面對亂世可以怎樣呢 詞入面的主角呢 首先呢 他呢 就是 不要啊 去追究責任 又沒有怨誰可惡 還有呢 他是會堅持對外人高呼 高呼什麼呢 作為一首情歌 當然就是情話啦 不過別人想怎樣解讀呢 我就想不到的 歌詞呢 是充滿正能量的 看看這一句 始終相信惡夢會過 健康與和平 必然會重想 之後也有說 到一天都乾了 就可以 隨罩打招呼 最後講這首呢 是姜濤的Master Class 由王偉文 Y敏填詞的 歌名呢 中文呢 譯作大師班 可能有網友以為 是不是就是 開班教學 找個大師做導師呢 以我個人呢 就是聽這些音樂大師班的經驗呢 大師呢 會是對 演奏某首 樂曲啊 或者某個名家作品 給一些 深層次的指引 其他領域的大師班 都應該是差不多的 大家都知道 香港樂壇 其實都很標榜 哪個哪個地位崇高 又會說 哪個哪個是某某的接班人 有時那些前輩級的歌手 監製啊 可能呢 真是 會就表現 給一些實質的意見 但是呢 亦不排除 有些是 捉無作讓 根本就不知道現在 新的音樂潮流走勢 總之 見到年輕的 就一定要批評 一定呢 要別人 fit into 現有的模式 想是 壓止新一代 創新的 那我有一位朋友 叫我 留意這幾句 年輕怎麼就是錯 誰不解釋 就恨我 現在姜濤自己呢 就是 quote 這兩句啊 謝謝你那身火 但是我 也未願廣和 那歪文這幾句歌詞呢 似乎真是寫出姜濤的心聲啊 就算老一輩的為他身火相傳 被他做接班人呢 他都不願意妥協的 年輕人 有傲氣啊 他的音樂呢 你我未必欣賞 但是 精神可加 好像當年啊 我們玩的音樂 被人說吵 說粗皮啊 如果在學校唱的話 一定被人記大過了 好 今天就先說到那麼多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的話呢 就記得給個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吧 多謝榜牆 下集再見